對於異性戀者來說 非常容易的能夠講出我喜歡的性別是誰 這件事情好像再自然不過 大家甚至不認為這是一件特權 可是對於同性戀 對於雙性戀而言 要講出自己喜歡的對象 竟然變成一件這麼辛苦的事情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最重要的題杠是 到底我們要探討的是一個同性婚姻 在民法當中是否合法 還是要另立專法 另立專法就是一個次等人的法律 儘管要再怎麼樣美妙的語言去包裝 我們都知道另外立一個專法就是次等人 最後我想要談一件事情 我覺得台灣人應該是最能夠同理 同性戀的處境 以及同理為什麼同性戀不要專法 而必須要是在民法上得到婚姻權的保障 大家都很了解 在我們隔壁有一個國家 中國共產黨 他不斷地在國際社會上打壓我們 不希望台灣得到任何的名分 希望台灣永遠是一個非正式的國家出現在國際場合 所以我們在任何的國際活動或是比賽當中 都必須以中華台北出現在各式各樣的非正式場合當中 而沒辦法打進到國際的任何任何的場合當中 這個就是同性戀專法 這個就是不要讓我們在民法上得到任何的認可 背後就是希望台灣消失在國際當中的市場 是一樣的原理 都是希望同性戀能夠消失在任何被社會認可的族群當中 如果今天台灣可以在民法當中修改 對於同性婚姻的歧視 成為亞洲第一 全世界都會相信台灣跟中國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中國絕對不可能讓同性婚姻合法化 而這就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事情 不要讓同性戀再成為台灣的四等公民 要讓全世界看到台灣是一個文明的國家 對於是